我看你今年第一人的话 阵容实力这块比较惨破 丹河领军的卢卡通旗 可以排名高一点 可以接受 年轻兴请啊 自己独立领军 坐这一访啊 这么高度的昆博 对下了当初的成功 领军命握起小市场球队 始终失之不语 金岛勇士 小球王者十分护理 两届MAP得主 他对年轻球员的悉心教导 再结合未免冠军的身份 这都可以 第一人的潜在选项 但今年你要说卡丹德兰特呢 那就不可能 他这点你要说评价为第一人呢 在传统媒体时代 如果说你写出了这种报道 立马辞退 所有人报一笔事电关 今后呢 再想顾这行 估计都拿着来 因为这个已经是 违背了竞技体育的根本认知了 完全占到一种这个谜递心态嘛 写文章发评论 公正客观 你不能说以一种谜递心态去探讨体育 我对于杜兰特很喜欢 就他这种风格嘛 立马达岛之类 但是我不会以谜递身份 去评价这个事 他不是第一人 第一人这个说法太夸道了 现在这个什么意思是 我不问一下